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次在超市找到这些产品 三星产品比较少有 我试试在超市有没有三星产品 谈谈 Great Taste 背景 由 The Guild of Fire Food 美食协会的机构 这协会由英国家族拥有 这间公司本身是写食评、美食新闻的出版商 她是出书的 她之后就搞了这样的奖务 她除了 Great Taste 外 还有一个世界芝士大赏 另外的Fried Food Digest 就是她们出版的食评书 在她们的网站里面 也有说 一星代表 Simply Delicious 就是简单而美味 两星就是 Outstanding 已经有些出众 而三星就是 Exclusive 就是绝对精美或完美 在她的网站也可以看到 拿到三星的产品是少于2% 而两星大概有10%的投入 至于一星大概有28%的投入 在每一年里面 而在下面可以看到 这个Award可以影响到消费者 对有拿了Award的产品的购买意欲 也有不同的% 当然这个% 我想也是推卖一下Award的重要性 你可能会说 这些不是市场的东西吗 像猪肉奖那样 拿了什么标志 就更多人买 又不是的 她每年有很多产品 是会提供这个Great Taste 但其实 不是只有很多产品 可以拿到星星的 而且她们的测试 是ygline test 是完全不知道 那里可以看到它的品牌 是什么 去找凡凡的情况下 去测试的 而坊大约有16至18人 不只 experimental test 在实际前 然后测试完后 並不过和其他类型的产品 是不会和同类型的产品 同一班人都用试 所以他們能確保公正 而且這也是一個業界的OCR 他們試食的那群人 其實全部都是食評家 一些廚師和比較有名的行外人 所以他們也有一定的公信力 這裡又有一件 這個是2022年 其實今年的2024年是未出結果的 最近也是2023年 這個2022年也算是新 給我看見它 好像是麵包糠 2021年Great Taste 旁邊這個也是 對呀 對呀 好多產品都好像是一星而已 看來真的很難找到三星 終於找到三星產品了 這支是三星 這支是上年拿良性 這支黑醋 就是三星產品了 這支蘋果醋 都是一星產品 這個牌子很多都拿到兩星了 Tainers 是拿兩星的 這個是一星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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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看到一些零食類的星星產品了 這個就是拿兩星 來到這裏 他都有些 Great Taste 產品 鴨風是拿兩星的 哇 這個也是 對呀 這個鴨鼻 看來三星的產品 真的比較少 我就去回他們的網站 看看 2023年 拿到三星產品是甚麼產品 其實看進去 好像一般超市比較難見 當然 可能北愛爾蘭的超市 真的未必有那麼多產品 而且我們亦都 小禁忌間超級市場 好像Rachels 我們這裏沒有的 那我就當是 全英國的指標 其實呢 在裏面的產品 都還看到有很多 例如是 酒 都會有的 這個其實我是猜不到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Whiskey 是第二個類別 最有趣的是 我看到 一個香港的產品 香港的品牌 是拿到三星的 這個產品 就是 李錦記 那件貨是 李錦記的 調味香醋 大家以後去超市買東西的時候 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有那個Great Taste的星星標誌 那它未必是一個 參考的指標 但是在你一堆產品 都不知道選哪樣的時候 那它也有少少幫助的 今集就來到這裏了 喜歡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下次見 拜拜 拜拜